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伦伯朗 我相信伦伯朗的名字很多同学可能都听说过 但是同时我们今天还会给大家介绍另一位画家叫做维米尔 维米尔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了解他 但是我们这里会看到他的作品 这幅作品在近20年非常流行 而且网上会有很多对这幅作品的再解读 非常有趣 今天我们就会来走进这样的两位艺术大师 好 那么讲到17世纪的贺兰美术 我们就必须要提到的是贺兰小画派 大家注意一下贺兰小画派就是这个画派的名称 它就叫做贺兰小画派 但是这个小其实是有很多含义的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17世纪其实整个欧洲的大陆 因为我们过去讲到的艺术中心 全部是发生在意大利 包括佛伦萨 罗马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家 包括文艺复兴 那么那个时候是因为意大利 是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所以说它的艺术也会特别的繁荣 可是到了17世纪 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意大利的是谁呢 其实是西班牙和赫兰 那我们看一下西班牙和赫兰呢 因为这两个国家 它们都是领海的国家 那么在这两个国家 它们在这个时候呢 就大量的发展了 它们的其实是海上霸权 那么所谓的海上霸权 也就是它们通过海洋 它们的造船也非常非常的发达 然后它们可以去到 比它们过去更远的国家和地区 但是这个时候同时呢 它们其实呢也就发展成了一种掠夺行为 其实也就是海上霸权 然后它们就通过 从我们实际上从通俗一点的方法说 它们其实从海盗起家 相当于从那种海 用那个海盗的这种掠夺的行为呢 它们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呢 就掠夺了很多很多的财富 那么这样呢 这个地区赫兰和西班牙就变得比较富裕 那我们说人变得有钱了以后啊 它们会开始呢 把它们自己的住房啊 家园啊 就会要建得更漂亮 那么在赫兰呢 就兴起了一些 包括是中产阶级的 这样的一些有钱人 然后这样一批人呢 它们就开始 它们的房子会住的比以前会更大 那么当它住进更大的房子以后 它就想要去装饰自己的房子 因为它当它有经济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呢 它才会在精神上 或者在对美有一定的追求 因为过去比较穷的时候 可能会吃饱穿卵 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是这个时候呢 它们就想把它们的 自己住的住所呢 可以建得更漂亮一些 那么这时候 它们就广泛的就采用了一种呢 用绘画来装饰 他们的房间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样呢 在这个时候绘画呢 就有了一个大量的市场 那么这时候也是第一次呢 我们说绘画成为了一种商品 就它成为商品 它是可以买卖的 然后进入了市场 那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了 像《文艺复兴》 包括《中世纪》 那么那些作品其实是很难买卖 而且当然虽然说 在《文艺复兴》时期 所以我们说米开朗基罗以及达芬奇 他们的画作呢 是有教皇和美利奇家族等等 这些有钱的这种贵族去支持它 并且呢也会给他们付仇金 可是呢 他们的作品 通常它不会成为商品买卖 它只是为这个画家 它付出了这样的一个绘画的和雕塑的辛苦呢 它会得到酬劳 但是它做出来的那个作品 通常就是在教堂里 然后在美利奇家族的林木那样一些雕塑 所以这些作品是不可能拿去买卖的 它不是卖的 但是呢到了赫兰 因为大家大量的需要用绘画来装饰自己的房子 所以这样呢绘画就真的可以成为商品 它就是有明码标价 然后这样呢可以去买卖 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好那么这样呢就使得绘画的题材得以分工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 然后你想把自己的房子装饰得漂亮的话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题材 你还会选择过去我们在前面几堂课 所讲到的宗教题材 神话题材 耶稣圣经 然后这样的一些 一些很沉重的这样的一些很宏大的题材 你会把它放在家里吗 如果放在家里 其实你会觉得 我本来信仰宗教 那个基督教本来就是禁欲主义的 然后你本来其实就已经受到了很多很多的禁锢 结果呢你回到家里还看到这样的画作 又是棕色调 然后其实你觉得很压抑的 然后你会看到 哇神随时在盯着我 耶稣随时在看着我 然后我在家里我都不能放松 我的言行举止 都没有办法能够有一个自由自在的这样一个状态 其实那会让它不舒服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不流行把宗教和神话题材的作品呢 放在家里 那么流行什么样的呢 比方讲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问一下大家 如果说我说让你来选择 装饰你的房间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主题 可能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 风景画是不是很好的主题啊 比较漂亮的美丽的风景 然后呢还有静物画 那么静物画呢 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生活很接近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装饰品啊 一些瓶瓶罐罐啊 它会让你觉得很亲切 然后呢 当然可能还有人会在家里呢 摆人物肖像画 可是这个肖像画 它绝对不会会摆一个耶稣基督的肖像画 或者说某一个教皇的肖像画 可能它更多的是摆 在这个家族里很有威望的人 比方这个家族里 他赚了很多的钱财 然后在这个家族里是一个很权威 然后大家都尊敬他的 或者说很有学识的这样一个人 如果这个家族里比方有父亲 或者是祖父 或祖辈有这样一个人的话 那么他可能就会把这个人 画一个肖像画摆在家里 好也许或者说这个男主人本人 然后他赚到了大量的钱财 然后他成为这个家族里 非常有威望的男主人 那么他也会请人来为他自己做一个肖像画 摆在家里 所以这样就绘画的题材 肖像画 风俗画 敬物画和风景画 就是过去这些画都不可能在一些教堂 以及这个很神圣的教皇的这样的一些 像包括凡击刚宫啊等等出现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 所以这些内容呢显得很可能会显得比较庸俗 或者说呢我们说他比较世俗化 所以他的内容的题材很小 所以这是赫兰小画派里面 我们说小就是他的题材很小 他完全不会是那种宗教神话故事的那种很宏大的 这样一个题材 好这个小还有一个含义是 如果说这个画作是摆在家里的 摆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里 那么他的家房子不会那么大 他没有办法和教皇和教堂的皇宫 这样的地方相比 所以他因为他房子小 那么绘画的尺寸就会很小 你看我们在文艺复兴时期呢 我们看到的达芬奇 那么他们会画壁画 最后的晚餐是画一整面墙的壁画 然后包括米开朗基罗 然后包括拉斐尔等等 他们很多作品的尺寸都会很大 可是呢中产阶级的家里呢 他没有那么大的房子 所以说他们的画幅尺寸也很小 所以说呢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 叫做赫兰小画派 所以这个小是题材的小和尺寸的小 好是多重含义的 好那么提到赫兰小画派呢 我们必须提到的一个人 就是伦布朗 然后林布兰特呢 是因为在香港以及台湾 可能会把他的名字翻译成 叫做林布兰特 所以我把它也写在这里 好伦布朗呢 他的绘画呢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我们说他是一个运用光暗的天才 甚至有人说在他的画面里呢 因为出现了大量的暗色 他的暗部会非常的多 所以他是以黑暗呢来汇成光明 甚至有人说他的黑暗呢 是紫金色的黑暗 因为他的黑暗并不是紧紧的纯色的黑 那么这里呢我们先看一幅作品 给我们看这一幅 这幅作品呢叫做木匠家庭 其实呢木匠家庭 如果对圣经比较了解的人就会知道 他其实有一点点宗教味道 因为耶稣基督是出生在一个木匠的家庭 可是呢我们看这一幅作品 那么在这幅作品里面 我们会看到的 你就觉得他好像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一个贺兰的中下 甚至中下阶层的一个 稍微还甚至有点贫穷的 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的一个场景 比如说母亲呢正在给孩子哺乳 然后可能旁边是 也许是保姆 也许是奶妈等等 或者说是这个外婆在旁边看 然后呢这个父亲 因为他耶稣基督的父亲就是一个木匠 所以呢他正在做木匠和我 所以这样的这一幅呢叫做木匠家庭 好我们看这幅画的这个光影表现 画面大量的都在黑暗之中 大量光影都在黑暗之中 但是唯一就是母亲 在给孩子哺乳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他有一丝光亮 他就有点像在舞台上 好像主要人物就被打了一束聚光灯 然后让主题突出 它是这样的一种舞台的灯光效果 好那么最早采用这种灯光效果的人呢 其实并不是伦伯朗 而是在巴洛克时期很有名的一位 会画大师 叫做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 好我们看卡拉瓦乔的 这一幅叫做圣马太赶召 好因为这一幅呢 是巴洛克时期的 所以我们看这幅画 明显的宗教色彩 宗教题材 因为卡拉瓦乔 画这些画的时候 他绝对不是为一般 中产阶级的 普通民众的房子去挂画 那么这个呢 还是当时的一个 宗教的需求的 这样的一个作品 好这幅作品呢 它表现耶稣基督 他在赶召马太成为他的使徒 那么这个时候呢 马太并不知道自己 将成为耶稣的这个徒弟 然后他还在一个 很黑暗的小酒馆里 正在赌钱 其实桌子上还有钱 大家看一下 所以当耶稣基督一进来的时候 这些人他其实有点吃惊 而且呢 因为是在赌钱 所以他们其实有点害怕 被别人知道 所以大家看这个主要人物 他们有点吃惊 和有点惊慌 甚至有的还要躲闪 去遮盖一下 这个钱的那个感觉 然后这个耶稣基督呢 就把手一指 就是你了 我要找的人就是你 就是清点了马太 所以后来呢 成为了圣马太 所以我们看这幅画作也是 大量的面积 其实都处在黑暗之中 然后主体人物耶稣 然后包括马太 这样几个中间的 他是处在一个光亮之中 所以用到这样一个光影法的呢 最早就是卡拉瓦桥 好 同时我们再看另外几幅 比方使徒马太的殉教 以及是马太与天使 他全部是用了这样的 同样的一个光影色彩 有时候画面大量的部分 都是处在黑暗之中 但是主体的这样的一个 很亮的 很鲜亮 变成是很鲜艳的 变成被光照射的这种感觉 所以卡拉瓦桥 非常善于运用这种光影 所以当卡拉瓦桥 第一个用这种光影 来描绘画面的时候 他觉得哇 太漂亮了 这个画面还可以有 这样的戏剧性的表达 然后主体如此的突出 所以卡拉瓦桥在当时成为 在巴洛克时期 大家就觉得绝对是公认了 第一流的一位绘画大师 而我们上一堂课 我们介绍的是巴洛克艺术 但是我们介绍的是贝尔尼尼 我们知道贝尔尼尼的 艺术的贡献主要是在 雕塑和建筑 以及建筑的装饰上面 所以说绘画 其实我们并没有时间提起 那么绘画的话 巴洛克绘画 一定要提的一个人物 就是卡拉瓦桥 然后另外一个人 就是叫做卢本斯 但是卢本斯 他不在意大利 卢本斯应该是在 偏赫兰 然后到比利时那一块 叫尼德兰那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的 相当于在北欧 是在北欧的 另一位画家 好 关于卡拉瓦桥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你们可以再去了解一下他 然后茨戈利亚首集的 大卫也是卡拉瓦桥 很著名的一幅作品 好 同样的光影色彩的描绘 好 同样的 好 所以说伦布朗呢 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 但是呢伦布朗把卡拉瓦桥的 这一个光影的技法呢 完全拿过来 而且呢又发挥到了极致 好 下面我们看这幅作品 这幅作品呢叫做 杜普教授的解剖课 然后这幅作品呢 是伦布朗的成名作 然后这幅作品呢 应该是当时有一个医学院 然后其实医学院也要招生 对吧 所以说他们为了他们的招生宣传 就请了伦布朗来做了这一幅 集体肖像画 实际上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说 他就是可以说是宣传海报 或者说广告作品啊 宣传海报作品 结果这幅作品画了以后呢 大家对这幅作品都非常满意 为什么 因为集体肖像画 每个人呢都出了同样的钱 然后请伦布朗 所以说钱是平均分的 然后伦布朗就把每一个人都画得很清晰 不光是教授 然后每一个学生 大家看一下 清晰到什么程度 清晰到你会觉得 这每一个学生 你把它如果单独这一个头部 把它局部切下来的话 就成为这个人的肖像画 所以这一幅作品出来以后呢 大家都非常满意 而且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后面呢 有一个人 他手上有一个学生 拿着一张纸 然后这个纸上就写了 他们所有人的名字 好 所以这一幅作品呢 当它完成以后呢 大家都觉得 哇 这是一幅太棒的集体肖像画 它非常符合当时的商业的 这样一个市场的需求 好 所以这幅画画了以后呢 就有很多人来找伦布朗作画 好 那么伦布朗在这个时候呢 就也因为这个绘画的 这样一个名气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获得 所以说呢 也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而且呢 加上这个时候呢 他也结婚 然后他的 结婚的妻子呢 对象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 一位富商的女儿 所以这样呢 就是他们两个结婚 就是强强联手啊 所以他们就得到了 巨大的财富 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状态之下呢 伦布朗呢 紧接着呢 就画了下一幅作品 就是这一幅 叫做《夜巡》 夜巡 结果呢 这一幅作品呢 却成为了 是伦布朗身败名列的 一幅作品 也就是在伦布朗的人生最巅峰 那个时候 他其实只30多岁 我们看到前面呢 他的成名作 那个时候 他20多岁就已经成名 包括伦布朗 其实是一个肖像画家 为著名的 还有他的肖像画 画得也非常非常的传神 好 结果这一幅作品呢 是他在接近40岁的时候 完成的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伦布朗呢 因为他巨大财富的获得 包括名声和地位的获得 所以伦布朗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艺术家 他不是一个画匠 他不是一个 只满足于市场的需求 就是人们需要 什么样的画作 人们要我怎么画 我就怎么画的人 那么他觉得 他是一个艺术家 他对于他的画作 是有他自己 想表达的东西的 所以在这一幅作品啊 夜巡 其实他是和前面类似的 也是一幅集体肖像画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他其实是一个民兵组织 就是当时的民间的一个保全单位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保安团体 保安团体 然后晚上的时候呢 他们会巡逻 然后为大家提供这个安全保障 好 这个民兵组织呢 因为他们也需要别人来雇佣他们啊 所以说这样一个民兵团体呢 他们就和前面的医学院一样 他也需要有这样的集体肖像画 好 结果伦波朗来画的时候呢 他就不想像以前那样 把他们画的就像我们像造集体照一样啊 每个人都很清晰就可以了 好伦波朗就把他画成了什么呢 我们看啊 正副队长在前面 还比较清晰 然后整个画面呢 其实是很有透视感的 也就是他们好像有一大群人准备着 走着走着 就从一个空间走出来 就好像一大堆人正要巡逻 走出来的一个很有动态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其他人呢跟随在后面 跟随在后面 结果呢因为是跟随在后面 所以呢伦波朗呢为了让他更自然和生动 大家想如果有这种透视空间 加上又是夜晚的话 那么走在后面的人怎么可能看得那么清晰呢 如果像我们前面看的那个医学院的那个杜普教授的解剖课一样 那你就会觉得这个透视不对 因为走在后面的人在黑暗之中 黄昏或者那个时候 他肯定是不清晰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后面啊 我们看到 甚至有的人呢手一抬起来 把后面人脸遮了一半 大家看 然后有些人在后面呢 甚至你觉得他面目模糊 画得非常非常的模糊 就几乎已经没有办法辨认谁是谁了 就成了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呢 伦伯朗在这里呢 还加了一个小天使 大家看 这个小天使浑身透亮 好像舞台的聚光灯 不仅仅打在正副队长身上 还打在了这个小女孩的身上 结果这个小天使其实是 他没有出钱啊 然后他是伦伯朗杜撰的放在这里的 伦伯朗放在这里的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里面 其实带一点点 有时候是宗教神学里面 可能我们这一次出行 然后我们带着一位天使 我们这一次可能会比较平安 可能会就像一种祈祷 一种祝福 所以伦伯朗加入了 他很多自己的想象 然后使这个画面 其实画得很生动 而且很有戏剧性 可是呢 这里面这个民兵组织的团体 因为他们是集体肖像画 每个人也出了同样的钱 那个钱是平均分的 所以说这样导致 后面画得模糊的人 和已经那个脸被遮了一半的人 他就不 他肯定就不开心 和我出了同样的钱 可是我在画面上 没有获得同等的地位 好 所以说这样呢 这幅画一拿出来以后 就不满意 他们就请伦伯朗要修改 给他提意见 可是伦伯朗说 我是艺术家 我不是画匠 我不能够只满足于市场 对我的需求 我不是画商业绘画 我要画艺术作品 所以伦伯朗呢 就拒绝修改 然后他们说 好你拒绝修改可以 那你就退钱 然后伦伯朗说 那我也不退钱 因为我已经画了 我也付出了我的辛苦和劳动 然后结果这个事情 后来闹得很大 就闹上法庭 好 这样呢 结果在这个事情之后呢 伦伯朗是一直不妥协 所以我们会现在看到 还是这样一幅保持原样的这幅夜巡 但这幅作品 只是后来从尺寸上啊 它的前景呢 旁边呢 被切掉了一点 只有一画幅尺寸太大 这幅 好 结果呢 这幅之后呢 就很多人就不敢找伦伯朗来作画了 为什么 因为找伦伯朗作画呢 就有风险 人们觉得 如果伦伯朗开心 他就按照市场的需求 然后伦伯朗想表现自己的个性的时候呢 他想表现自己的独特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 按照他的方式来作画 所以这样呢 就找伦伯朗画画的人呢 就开始变得少了 而且呢 在这个时候呢 伦伯朗呢 也遭遇了他人生的不幸 也就是他的妻子的去世 他妻子其实非常年轻 然后紧接着呢 他前后好像也生了三个孩子 结果三个孩子都相继夭折 然后最后一个孩子 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去世 所以说伦伯朗呢 相当于这个时候是白发人 送黑发人 所以对他来说 这个生活的这样一个曲折 就一下子急转之下 不光是在这个职业上的 在他的这个事业上的 然后呢 还有家庭生活 然后亲人相继离世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伦伯朗呢 他一直不妥协 他觉得我要按照 我自己的方式来作画 他觉得我不要屈服于市场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 在四十岁以后伦伯朗呢 过得非常非常 就越来越贫穷 越来越落魄 越来越没有办法被世人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 然后伦伯朗呢 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名誉 比名誉更重要的是自由 所以我们看在这里 可能伦伯朗在他的艺术上 他更追求的是一个 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创作的自由 但是我们也看到呢 为了坚持这样的一个自由呢 当然我们可以从物质 或者从世俗的理解 我们觉得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但是我想在他的后半生 如果伦伯朗他曾经藏过了 财富和成功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荣耀以后 他愿意去坚持的 他所要的这个自由的话 可能他其实获得了更多 但是呢 他不是我们世俗理解的那个获得 可能不是那个物质的获得 好 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呢 我们就以夜巡 或者说以伦伯朗为主呢 来给大家呢做了介绍 但是呢 伦伯朗其实同时还是一个肖像画家 所以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会以伦伯朗的肖像画为主 来给大家呢 再来做一个介绍 好 这一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